在游牧期间,牧羊犬的作用非常重要。 它们不仅能够协助放牧,忠诚和勇敢,使得牧羊犬成为了安全的卫士。 敏锐的洞察力又能提供很好的警戒,发现危险以后,牧羊犬会立刻做好战斗准备,甚至会和敌人殊死一搏。 经历过和宗雄的战斗,现在这只牧羊犬伤势很重,它一头栽倒栽地,几乎连坐立都难以维持。 这是它参加游牧以来两年的时间里最惨痛的一次遭遇。 当主人上前安抚它的时候,这只牧羊犬表现得非常排斥傲。 由此可见,宗雄对它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 然而庆幸的是,这只牧羊犬并没有死去,并且经过半个多月的调养,它的身体恢复如初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领袖卡拉。 这是游牧期间发生的一幕,多只牧羊犬突然狂吠,并一起朝着同一方向而去, 出现这样的情况,牧民完全能够意识到,牧羊犬绝对发现了袭击者。 当牧民来到跟前,牧羊犬表现得非常警觉。 卡拉和他的同伴对前方进行了侦查,此刻他们正在返回的路上。 由此看来,袭击者可能已经离开,或者他的距离还很远。 然而牧羊犬并没有放松警惕,他们站在高处主动形成了一道防线。 如此形势已经非常明朗,袭击者可能就躲在远处的密林里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,牧羊犬突然改变了防守方向。 他们离开原地,并集体朝着山坡的另一面而去。 由此看来,袭击者可能也改变了进攻方向。 卡拉还是一如既往,危险降临的时候,他总是冲锋在前。 很快,他和同伴便进入了远处的密林。 此刻,牧民已经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。 通过无人机高空俯视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牧羊犬的行动。 同时也可以协助牧羊犬一起寻找袭击者的踪迹。 当牧羊犬钻进这片密林,这是他们最危险的时候。 因为袭击者到底是狼还是熊,他们的数量更是未知。 如此,形势变得更加严峻。 终于沿着牧羊犬前进的方向,牧民率先看见了袭击者。 那是一头体型硕大的棕雄,在被牧羊犬发现以后。 棕雄似乎也发现了牧羊犬。 他并没有因为暴露行踪而立刻逃窜。 棕雄反而掉头回来,似乎要和牧羊犬一决高下。 很快,四只牧羊犬全部来到了跟前。 他们已经和这头棕雄展开对峙,其中体型最大颜色较深的。 这正是卡拉再次遭遇强悍的敌人。 卡拉的表现又会如何? 棕雄率先做出了让步,面对四只牧羊犬。 他开始向远处撤离。 牧羊犬趁机对棕雄实施驱逐。 但是这一次在驱逐的过程中,卡拉没有立刻上前搏斗。 他一改之前的作风,不再是孤军深入的勇士,而是始终和同伴们共同进退。 当然,在同伴们不敢进前的时候,卡拉表现得最为勇敢。 他还是走在队伍的最前方,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励着队友,一起完成对袭击者的距离。 没有多久的功夫,棕雄已经被赶到了山坡的顶部。 并且,他还在朝着山坡的背面继续逃离。 然而此时四只牧羊犬依然尾随其后,在卡拉的带领下,其他三只牧羊犬同样表现得非常勇猛。 面对体型硕大的棕雄,他们一拥而上集体冲锋。 这才是牧羊犬该有的作战状态。 通过无人机清楚地记录了牧羊犬出色的表现,他们已经从气势上战败了对手。 在集体冲锋的过程中,棕雄甚至被吓得落荒而逃,并且四只牧羊犬完全形成了配合。 他们一拥而上,个个都像卡拉一样勇猛。 对于卡拉来说,经历过和棕雄的战斗,他已经成熟了很多。 他收起了之前的生猛,学会了利用团队的力量一起战败强悍的对手, 并且他还懂得以身作则,用自己的勇敢来鼓励其他成员。 最终实现团队集体作战的效果。 正是有这样的成长。 在这次行动中,四只牧羊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, 他们便战胜了硕大的棕雄,也正是再次遭遇棕雄。 这成为了卡拉学座领袖的开始。 事情还要从牧民接到一个电话说起。 有狼来抓村民的羊, 牧民立即开车载着他的三条砍高犬去驱离狼。 在土耳其,由于狼不被允许狩猎,只能被驱离, 但牧羊犬驱离狼并抓住狼, 则属于他们的自然行为,不受约束。 别看牧民的三条砍高犬, 在数量上可能不占优势, 实则他们都是成年犬,战斗经验丰富, 都有猎杀狼的战绩。 牧民以最快速度驾车来到狼刚刚出现的地方, 已经有羊被狼猎杀, 牧羊人的牧羊犬可能因经验不足, 所以并没有发现狼, 牧羊人只能寻求更多的支援。 狼猎杀羊不久, 所以应该没有逃远, 牧民立即从车里放出自己的三条砍高犬去抓狼, 他们一下车就闻到了狼的气味, 迅速朝狼消失的位置追了过去。 三条成年砍高犬如果和一匹狼爆发冲突, 那结果没有意外, 被留下的只有狼。 牧民也不甘落后, 果断驾车之远。 在很多视频中, 由于砍高犬抓住狼属于突发事件, 等到狗主人徒步赶到的时候, 战斗已经结束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难看到狼和砍高犬搏斗的画面。 而此次牧民驾驶的汽车以视频开头, 他彪悍的驾驶风格来看, 无疑给我们增加很大希望。 草原地带视野很好, 牧羊犬能在很远距离看到狼, 但狼也很容易在远距离发现危险。 所以, 狼应该在发现牧羊犬或是听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后, 没有停留朝远处跑去。 因而牧民的三条砍高犬只能嗅着狼的气味一路狂追。 可是要在开过地抓住狼并不容易, 砍高犬的速度无法追上狼, 狼有极强的耐力, 一路狂奔大气都不带喘一个。 反观牧羊犬在察觉到无法抓住狼后都会退回来, 而在本期视频中, 三条砍高犬能追出这么远。 无疑是因为牧民一路跟随, 他们必须苟杖人士一把。 这里说句题外话, 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一些狼被牧羊犬抓住, 要么是狼觉得自己能一达多, 要么误入歧途跑进死胡同, 要么是受伤后走不动。 所以在开过地牧羊犬想要成功追上狼, 只有狼自己停下来打一架。 回到视频中, 突发的沙尘天气让牧羊犬失去狼的踪迹, 他们都停了下来。 在如此糟糕的天气下, 能见度降低。 牧民只能打消此次驱逐狼的计划, 可不出意外, 意外马上就要来了, 等沙尘暴去后, 牧民忽然发现他的三条砍高犬少了一条, 他不确定狗是迷路了, 还是发现狼独自去追狼。 此刻牧民还没有意识到, 他即将损失一条砍高犬, 他只是简单的一番寻找, 以为自己的狗能回来。 的确, 大多数情况下, 狗都能找到回家的路, 因此牧民并不着急。 不知过了多久, 牧民回到家, 他以为走丢的坦高犬已经回来, 但是检查狗舍并没有走丢狗的身影。 牧民终于有点慌了, 他担心狗会遇到狼群, 但该来的还是会来。 两天后, 牧民收到其他牧羊人的通知, 在他们羊圈附近发现了牧民的狗, 狗是被狼咬死的。 从地面痕迹来看, 这并不是第一现场, 狗应该和狼爆发激烈战斗后退出战场, 他想要寻求人类的帮助, 可奈何他已经受伤严重, 最终没有坚持下来, 又过了两日, 有牧民在一处河沟处发现一匹因伤势死掉的狼, 从狼的尸体来看, 他已经死亡了数日。 最终他们得出结论, 还原了经过砍高拳走丢后遇到的狼, 甚至两匹以上的狼群, 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, 在双方筋疲力尽伤痕累累后各自退出战场, 但都因伤势严重, 最终导致同归于尽。